互聯網電視在內地發展越趨成熟 當中最大的供應商樂視電視 日前更加第一次參戰電腦通訊節 希望藉著令港人認識 作為打入香港市場的第一步 樂視國際事業部行政總裁莫翠天說 將會提供最多元化和豐富的節目 務求合乎香港人的口味 一就是你的產品 因為我們有內容又有產品 所以產品本身的質素和受服務一定要好 一定要滿足香港消費者對服務的需求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內容方面 內容方面我們相信我們以後會想 很多內容會十分豐富 選擇性多 這一點我們亦都不擔心 我們很有信心 其實在11月左右 我們至少都有提供到三千小時給大家 如果每個人 我假設你是很喜歡看電視的 一天看三小時的話 其實你一年你才看一千小時而已 但我們至少有三千小時 目的是想給大家有多些選擇性 另一方面 樂視有海量節目的同事 亦都表示會注意版權的問題 遙止到內地的版權制度 和香港完全不同 為了尊重香港的市場 樂視都會先購買有關節目的版權 其實現在已經是有部分 沒有版權已經是看不到的了 因為我覺得來到香港 要尊重當地的整個商業的規則 我覺得這個是理所當然 很多人都問你在香港準備投資多少 買版權用多少錢 其實我們今年整個集團 在中國地區 即是中國大陸地區 我們準備用10個億去求買版權 但其實只針對香港 我們已經打算用3個億 為了避免花太多資源 在求買版權上 樂視亦都以三個方向同時發展 例如加入自己製作的節目 本地節目是我們一個重點發展 有幾個方法 一就是採購一些本地的內容 二就是和一些本地的製作方 或者電視台合作 第三就是我們自己製作本地的節目 其實三條線我們都一起進行著 我們希望下年有樂視製作的第一套講劇 香港電腦截之後 雖然全港只剩下250部樂視電視流出市面 但是在穩步發展之下 相信會為目前的香港網絡電視市場 帶來新衝擊 將電視節目帶入另一個層面 地道路線 中文靜 市場 中文靜 中文靜 感谢观看